原來我們丟上去的時候 它這上面第一個 它面有一個icon 第二個的話名稱不能改 第三個裡面的敘述也不能改 所以如果將來你希望怎麼樣 你的app放上去之後 第一個你會有一個icon 第二個會有一個 名稱的變更的話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你的app 傳上去之前 你要先增加一個檔案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我那個上個禮拜的東西在這裡 我在這個裡面多增加了一個 這個檔案 它的檔案名稱 叫config.xml 這個檔案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上傳phonecap之前 如果你有增加這個檔案進來的話 它就會自動幫你根據 config是設定 裡面的話如果你要編輯它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 右鍵裡面的話 當然你可以用編輯 如果你按編輯的話 它會跳出記事本來編輯 但如果你的電腦如果有裝一個 軟體叫做 Nordpad++ 的話 它會長得比較漂亮一些 因為它是彩色的 不過我覺得倒無仿 反正你們就找一個編輯器 那我的習慣用Nordpad++ 那把它按右鍵 把它開起來 那裡面的話 基本上 你只要修改哪些地方 一 它的name 到它的name 裡面的這個名稱 可能做修改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針對 這個地方做修改之後 並且傳上去 的話 你們可以比對一下 第一個 它的name 如果變更的話 你傳上去它就自動幫你抓到這邊來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 這個裡面有一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敘述 它會自動幫你抓到這邊來 所以第2個標籤在這裡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什麼 超連結 這個 Other 你的作者 相關敘述 當然我這邊是用我的 我的部落格 的 網址 email 我信箱這邊留一下 還有我的名字 這邊敘述一下 這個當然在這邊不會顯示出來 那可能 另外還要注意一點 就是說這個圖 基本上是在這個ICON的 SRC 這個ICON的SRC呢 指的就是 我會在 我的根目錄裡面 放了一張圖 這張圖的名稱叫 206APP 206APP png 這張圖 那這邊也是一樣 你的 這個也是 也是一樣 SRC這邊 所以 我都用同一張圖了 所以 那這張圖呢 請特別注意 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根目錄 所以特別注意 你在 目錄底下 會看到有一張圖 就是206APP這一張 那實際上 因為我取巧一下 我是直接拿那個 我們 裡面的某一張圖 把它截圖 放在這邊 那這張圖的大小 其實大概是多少就可以了 大概你可以發現 這邊選它之後 在它的下方會顯示出來 差不多是 它要的尺寸大概是72 乘72 所以大概是這樣子 如果寬一點高一點 如果80它可能會裁掉的部分 可能這個 多出來它會幫你把它裁掉 那使用的軟體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自己再去 我是找其中這一張好了 那也許 塗太大張 你可以利用 如果你手邊沒有更好的工具的話 最簡單的啦 Photoshop一定可以 你可以改變它的尺寸 不過有時候殺雞不用牛刀了 也許你可以用最簡單的工具 像這邊的話你可以用什麼 用小畫家 小畫家其實你可以 直接把這張圖拉過來 然後呢 圖太大或太小的話 你可以發現這邊有調整大小 調整大小你可以把它改成像素 它原來的像素 假如太大 不過你可以先把它 先做 選取 選取之後的話呢 再把它裁剪 最好先把它變成一個正方形 我之前好像是這樣子 把它框一下 變成大概一個 類似正方形 然後呢 再做一個什麼呢 做一個裁剪 這邊有一個裁剪 選取完之後旁邊有一個裁剪 你把它裁剪一下 裁剪完之後的話 先讓它比較接近正方形 再利用像素這邊 把它改成大概 垂直的方向大概72吧 反正一邊是72 水平大概就是77 按個確定 就把它 調整大概 其中一邊是72 或者最好是72乘72 你再利用這個地方 把它另存新檔 存檔的 檔案名稱 那個副檔名的話 請記得就是把它存成png 浴室好像是jpg 我建議是用png 會比較沒問題 另存新檔 存成png 這個png的圖檔的話呢 請你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 你的根目屋裡面 比如說我這個是放在 我的206app底下 那我就把它存成 206app 電 副檔名就png 存檔 存檔之後的話呢 在我們根目屋底下 就會看到有這張圖 那將來的話呢 他要抓這張圖 就會根據什麼 根據你的根目裡面 有沒有這張圖 所以這張圖 找到這一張 檔名要一模一樣 所以你如果擔心說你 將來會 傳上去看不到的話 甚至你乾脆用複製 他的那個命名 重新命名把它複製貼過來 有些時候 連打字有些時候同學都會打錯 打錯的話 自然只要插一個 甚至要插一個 然後加了什麼空白 或什麼東西 那自然而然就會造成 抓不到圖檔的問題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最後我們上個禮拜 最後講到 要把它傳上去 之前 記得 就是要先做這件事情 那傳上去之後的話呢 最後把它裝在我的手機裡面 那手機裡面的話呢 最後你可以發現 在手機裡面看到的圖示 那因為我有裝一個就是 遠端遙控軟體 將來如果你們要 秀 手機裡面的畫面在電腦上面 我是蠻推薦用這個 這樣叫什麼 Team Viewer 它除了可以遠端遙控 你 自己的電腦之外 它還可以遙控什麼 像這個是 我自己的電腦 可以遠端遙控 另外呢 你也可以遙控什麼 遙控手機 不過手機端你可能要裝一個 Team Viewer的HOST HOST Team Viewer的HOST 然後你在手機端 把那個HOST 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 像我現在手機 是把它打開來了 你會發現這邊就會多出一支手機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只要把它點兩下 點兩下之後 假設我要看到那個安裝 我已經把它安裝在我手機上面 然後並且點它兩下之後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去做遠端遙控 那遠端遙控什麼 遠端遙控我現在的 這支手機 那我就允許一下 它這邊會跳 允不允許大家控制 這個時候呢 我手機上面的畫面就顯示出來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手機的桌面上面 就會是我安裝這個 206F 長得就像這樣子 那當然 我們可以把它打開來 點開來 點一下之後的話 當然可以把它啟動起來 那你會發現 這個看起來 基本上其實還蠻OK的 跑起來 我是覺得 以跟那一天 那個 比賽的作品來看的話 其實如果你用這樣的架構 來做一些東西 其實 我想呢 要拿個名次 也不是什麼 太大問題 OK 因為其實也不用寫什麼程式 反正把東西放上去而已啊 而且我發現 他們有個家座還沒做完 做的東西可能 有些甚至還蠻粗糙的 那我們做的東西 其實我覺得完整性也不會輸給他們 甚至我還看到有些人 他們做的 他們那個 連 那個 這個什麼 List view 他們都沒有做圓角 我覺得圓角比較漂亮 底下顏色 布景主題 他們也沒改 我發現我們做出來了 可能還比他們還要稍微到位一些些 所以呢 可想而知啦 以後如果有什麼app比 說真的 也還是可以去參加 如果你拿到名次的話 對於你將來就業 就有絕對的幫助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稍微試一下 把那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部分 最後安裝到這邊的情況 可以 整個 把它試一下 那我又把那個 config檔那個部分 你有沒有 config.xml 那你就記得 這邊可以下載 下載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搬到你的根目錄底下 去做修改 因為我 這個檔 就是我這邊的 那你只要搬到你的app的根目錄底下 記得按右鍵編輯 把它編輯一下 你用 記事本編輯也可以啦 就改這些名稱 試著傳上去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這樣的話呢 你在 安裝這個app的時候呢 那完整性更高了 以後如果你要上架的話 我覺得 其實導演沒有那麼複雜啦 剩下就是 如果你可以 有一個自己的 這個play商店的帳號的話 然後把這些東西 我建議啦 你就花一點時間多做幾個 app的作品 你畢業之前呢 如果有幾 幾個有上架的app 我相信你將來找工作絕對會比別人來的輕鬆太多了 有作品的人跟沒有作品的人對於 業界要的 還有他們 薪資待遇 絕對是不一樣的 OK 所以我是建議啦你不管學過什麼東西一定要記得一個概念 就是要留下作品 最好是有那個證書的東西 那當然就是那是不是更加更加的 這個受歡迎 相對的你如果說要跟人家談薪資的話 相對的 當然你的 基本的立足點 絕對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部分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因為各科系 當然 盡量還是 有個概念 跨領域這個概念其實還蠻重要的 因為我那天看到的其實還蠻多同學 其實 他們雖然是念的不一定是資訊科系但是呢 有些時候他們花的時間跟他們相關素養 其實我覺得 也還 已經是 蠻OK的啦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請各位 現在把那個 剛剛講的 這個config檔 把它試一下 另外 也把那個icon也改一下 那icon不見得一定用我剛剛的那個相機 你如果要用別的來當 那個icon 你也可以試一下 關鍵就是說 最好是72乘72 它的尺寸 至於72乘72怎麼做 我剛剛是利用小畫家 也許你可以另外找一張圖 網路上找一下icon 其實也OK